我们快到圣诞了 我们打算加入今年村里面的花车游行 我的想法是抓几只漂亮的鸡放到笼子里 然后去展示一下 从我们社区的那儿服务那儿拿来 人家不要了的 喂鸡啦喂鸡啦 面包鸡蛋火腿肠 哎呀哎呀肚豆 把小孩掉了一个汉子 把小孩倒完在那儿吃 抢鸡神你们俩 其实老外过圣诞都是在11月底 一旦到了12月就没什么动静了 就是真正的圣诞节 25号26号这几天全部都放假 你要是真是想出去吃个饭都没地去 哪怕是在多伦多就是大学生 所以积极活动都在现在这个时候 到了真正的圣诞节 我们就只是自己在家里过和家人一起 很多老外都是从9月份 就开始准备圣诞节的礼物 花大半年的时间去准备圣诞节 嗯 呀 什么我 看我们把我们小伯冬放上来了 然后放了几个草子 工具人今天给它盖上 怕晚上下雨 回头继续装饰 猫你干啥呢 啊过来搞乱 把你自己关起来是吗 这地方挺舒服 还有安全感 看我们的车 哗哩胡哨 进去灿灿的 哎呀呀吹起来 今天一回家 门口就有礼物 是我们山坡上的邻居送来的 也要过圣诞节了吗 大王 大王你看着妈吹起哟 太恐怖了 我不敢这么吹 你看看吧 这两个伙计激动的 太好奇了 你一会再给我拉车上 看我们做了一些板子 没有双面胶 只能用透明胶带了 站住它 好了 看我们猪罗鸡农场 两个板 这边还有 因为我们的礼品店要开了 所以提前给大家宣传一下 OK 你们阿布祖居然把鸡带来了 我也是很疯了 一件事 我就不相信这群鸡 今天晚上可以enjoy 嗨 嗨 嗨 大家可以看到鸡 看 樊 逼 很酷 那是很酷 They're going to be right ahead of us We'll be able to watch them 瞅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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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群 天呐 OK good good OK点了灯发现有一半灯不了 OK前排灯不亮但是无所谓了 It's ok 行啊我坐慢了居然 OK我们冲发了 Hi Santa Chicken is quiet 1 2 5 Yay 不过灯太暗了 我看不清楚 我好多人专门来看 这种搜猪页 就是你们up主能想出来 走了